好 侯爷 连房 你怎么在这儿 侯爷 那属下就先行告退了 侯爷 我去准备灌树的东西 连房 客人们都已经到话厅了 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我叫仙人把你领回去 多谢侯爷关心 连房并未走错路 连房听姨母说 院子里的杏花开得正好 便想来感受一下 洪杏枝头春意闹的盛景 那我不打扰你雅兴 侯爷 我 没事吧 没事吧 不好意思侯爷 是连房冒失了 我还有事 好不容易求来的平安符 竟然忘记给他了 那是不是姐夫啊 能在永平侯府被叫侯爷的 也只有姐夫了吧 她不是只有两房妾是吗 那这个头怀松抱的姑娘 会是谁啊 法妻卧病在窗 做丈夫的 却与旁的女子亲亲我我 看来这永平侯 也并非亲政之人 走走走走 走 近日你父亲定有期满 正准备复职 谁曾想他的恩师柳阁老 竟然告老还乡了 人走茶凉 没了这棵大树 你父亲在朝中 也是寸步难行 不能再等了 我们必须在妹妹中 选出一个作为永平侯府的济世 是 原娘 母亲 若我不在了 那徐家还会把我们罗家 当亲家看待吗 父亲已经没了柳阁老的支持 若再失去徐家的支持 再难付出 而春阁 已经没了母亲的庇护 若罗家再失事 他便失去了最得力的考山 世子地位也将难保 不得不早做打算呀 在你这几个妹妹中 五娘许了人家 二娘正如你所说 有点小聪明 成不了气候 他要在徐家 立足只能靠我们罗家了 像这样的人都有些死心 但也不敢触犯中阁的利益 娘觉得他才是济世的合适人选 娘觉得十一娘不合适 十一娘自想便极有主见 只怕日后不好掌控 娘的意思是 让二娘嫁进来 让十一娘嫁于王家 那江家儿媳江少夫人 是王氏长女 她弟弟王玉生名狼藉 很难说情 若把十一娘嫁进王家 这忠哥与江家的亲事 必定能成 与江家结亲便能给尊哥 找个强有力的岳家做依靠 不论哪个妹妹嫁进来 乔连方都是 最大的阻碍